好 藝人們前往最前線 感受國軍第一線的壓力 這次連續六年 電視台和國防部合作的軍事節目 今年再度改版進化 以深度行走的方式 藝人們前進金門和馬祖 感受最特別的戰地風光 我真的覺得 國軍真的是很不容易 真的很熱很燙 都不敢亂摸那個 碰到那個裝甲車 因為我們有到小金門去 是 對 就又更裡面一點 所以那一眼望去呢 就你用若眼就可以看到對岸 滿刺激的 小心轉啊 小心轉啊 小心那個獨殺 不要打到前鐵的頭 軍事節目的開播記者會上 不只找來特拍員 更邀請資深散兵 也是前職棒總教練分享經驗 職棒舞台退下來 那我們希望說 有機會的話 六十五歲能夠當兵的話 我真的很願意回去再穿軍服 希望透過這樣的節目 透過藝人來體驗 我們用不一樣的方式 來傳達國軍的訓練的精神 跟我們的戰力 這個我認為 對於凝聚全民的 對軍人的信心 它有非常大的一個作用 節目打造全新風格 用科學解密 人文之性深度探索為理念 希望讓軍事節目 除了有深度之位 也能更有溫度 三立新聞 林鄉舟 黃玉婷 在台北的採訪報導